在面頭花心原木餐桌 溫冷色調搭配自然木紋 給人一種簡約大方的舒適感 尤其椅子還結合排灣族十字繡 帶有一番民族風 而一旁的三木立燈 則適合透過活動卡榫調整角度 展場內一件件原木家具 各個別有巧思 且全部都是由國產林木所設計製作 國產材它是質地雙軟 但是它的花紋非常豐富 現在我們使用的是 林務局所書法的 所以它的年齡層 大概在三十年到四十年之間的 這個年齡層 可以讓我們的這個部落 因此受惠 那形成一個更穩定 更永續的一個綠色的產業 十一年前的莫拉克風災 為華東地區帶來上萬噸漂流木 就此開啟林務局 與多良部落的合作 協助成立向陽心船木工方 培養在地匠師 利用漂流木製作成各式文創品 如今隨著技藝更純熟 林務局也培力工方成為國產材 運用示範點 供應紅塊 柳山 桃花新木等國產書法木生產創作 並於八號舉辦家具展 希望推廣在地零木應用 提倡部落循環 綠經濟 因應二零五零年全球的碳中和 這個絕對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趨勢 我們使用自己在地生產的這個木材 而且它是一個可再生的 因應全球二零五零年碳中和共識 也就是所謂的碳林排放 林務局自二零一六年起 加速推廣國產林木多元利用 賠利相關產業夥伴 尤其台灣每年木材需求量 約為四百五十萬立方公尺 但僅有五萬立方公尺是國產材 其他百分之九十九都是進口林木 希望藉由展覽提升國產材的價值 與能見度 逐步提高國內木材自給率 原始新聞 主持人台東是採訪報導